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到我們望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10月14號,首先這裡是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香波三台沙冷氣那裡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信息傳揚出去 說起齊抗疫,這一兩天就不是這麼好的日子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疫苗的研究,西方的疫苗研究又受了 上次就是在牛津大學那裡 在九月那時候已經說第二次殺停他們的階段疫苗 第三,Phase 3的疫苗的試驗 昨天就輪到Johnson Johnson公司 就說他們發覺他們在六萬個患者 那些人身上和其他試驗者身上 竟然試驗第三階段的時候 出現了一些意料不到的疾病發生 結果就要立刻殺停這個試驗 他們就說他們由於私隱的關係 所以就叫停他們不會披露到底這個人是發生什麼事的 但是他們現在是暫時殺停所有的試驗 並且用回這個指引重新做過 評論一下到底出了什麼錯 才可以再決定用不用 這個可以繼續下去 換言之在這麼多間大藥廠 現在剩下瑞輝藥廠 是能夠繼續進行第三階段試驗 但是這件事對於大統領 又是蒙上一層陰影 雖然大家都知道他在朱埃成星 近來他經常說 其實他在之前 大家記得在八、九月的時候 大聲疾呼 在總統大選11月3日之前 一定會有疫苗 說完又說 去哄他的受眾 結果當然是得一口笑 現在沒有疫苗 所以這次他病 因為他突然病了 很不幸病了 走出來 很多人說 他是怎麼搞的 他說他現在 他的白宮醫生說過 他已經不再帶菌了 他昨天去了佛羅里達 並且大叫 I am so powerful 他又脫下口罩 他身邊的人都脫下 他那些受眾 聽他動篤笑的受眾 都脫下口罩的支持者 所以我相信 沒多久 過兩個星期 大選之前 應該也會有些事情發生 其實對於整件事來說 是打擊很大的 而同時 在中國的青島 我們之前那一節都提過 其實都是發生了 有12宗病例 於是就立即進行排查 已經有超過300萬人 完成了病毒測試 結果已經有分110萬個結果出來 所以其實效率是非常之高 相對比起全世界來說 中國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要講一講 剛才這個強生製藥 他終止了新冠疫苗的臨床試驗 其實要澄清一件事 就是那個症候是否因為疫苗引起 是暫時不知道的 為什麼呢? 就因為是一個雙橫測試 究竟那個受試那個人 即是真的打了疫苗 還是打安慰劑呢? 暫時是未必知道的 要時間去看一看那些數據 才知道究竟他真的是 接受了安慰劑還是疫苗 所以他暫時一定要終止 其實本來就是強生公司 就是三星期之前 啟動這個第三階段 就是最重要階段的臨床測試 本來是可以在線申請參與這個測試活動的 就是網上申請 那現在就不行了 那三大洲六萬幾個致願人士 注射這個疫苗 檢驗它的安全性和效用 他們這個疫苗 本來設計的優點就是 一劑就可以提供足夠的保護 那本來的希望就是明年年初 就可以提供疫苗去做這個緊急需求 那當然現在就 受到這個阻滯了 那這次不是第一次 就是有西方正在做的疫苗 受到阻滯的 之前我們都說過有另外一隻 那九月的時候又受到阻滯了 其實這些事情從來都不是非常容易可以做到出來的 通常那些人呢 傳統的做法要十年才穩陣的 現在呢 其實說快到是要一至兩年半的了 根據美國的疾控中心 那些說 其實你怎樣都要一年 一年至一年半 估計明年夏天才可以很穩定生產 一隻安全的了 任何人和大家說 我幾個月之內可以 這些一定是有問題的 講這些事情的人 是啊 那現在就要講一講 其實現在全世界有十款新冠項目 已經入了最後階段 就是第三期的測試 那有四款呢 就是在中國的 美國有三款 德英俄各有一款 那第一樣呢 就是中國國藥集團 中國生物 就有兩種的開發了 新冠疫苗 兩支都入了第三期測試 其中一支呢 在6月的時候 已經在阿聯酋 做了第三期的 做了 sorry 是啟動了第三期的 臨床測試 那加入去試驗的人呢 就超過兩萬的了 那他們研製的滅活疫苗呢 已經在7月22號 在中國國內 啟動了應急使用 還有今年的8月5號 北京生物研究所 新冠滅活疫苗生產車間 就獲得了這個監管部門的生產許可 那這個車間就很厲害的 是第一個 而且是最大的 新冠滅活疫苗生產車間 加上在武漢的生產基地呢 國藥新冠疫苗的年產量 就可以達到2億支 今年9月的時候呢 中國生物開發公司的疫苗 就得到這個 剛才我們講過了 亞聯酋衛生部的授權 那但是這次呢 就是列入了緊急使用的 疫苗名單 那這一支呢 是第一支 受到國際認可的疫苗 那現在參加中國國藥集團 中國生物三期疫苗試驗的國家有 巴基斯坦 印尼 巴西 俄羅斯 和亞聯酋 那中國國藥集團的滅活疫苗呢 最快應該在今年12月就上市 好 那第三支 就是叫做中國科興 那也都進入了第三期 那公司研製的滅活新冠疫苗呢 就很可能在2021年上市 那接種這種疫苗之後呢 人體免疫力呢 應該最少可以保持六個月 這款疫苗的生產線呢 其實2020年的3月底已經開始興建的了 頭產之後呢 每年可以生產1億支疫苗 那第四支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陳薇團隊研發的重組新冠疫苗 那三月呢 就進合了一期臨床測試 四月進入二期 三期呢 就本來計劃在加拿大做 是不行的 啊 之前我們都有講過的 之前我們都有講過 在加拿大沒得做的 這件事情 那好 今年九月呢 就在俄羅斯和巴基斯坦 就獲得這個三期臨床試驗的許可 那三期試驗結果出來之後呢 產能都會同步跟上 那這個解放軍的重組新冠疫苗呢 一期試驗呢 就開始大規模量產的準備 那現在看來呢 連產三億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那大約估計都要下年才行的 沒有講 沒有講 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講 因為他沒有接受訪問說什麼時候可以 但是現在中國領跑是事實 是 英國阿斯利康 就是之前那個 有嚴重副作用反應 那之後幾天後 其實九月的時候 臨床 就是那個嚴重副作用呢 就暫停試驗 跟著又恢復回臨床試驗的 那現在就當時被 那現在其實就是 那些人看好這一隻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英國 是 那當時就 看起來就是最為領先 但是他的問題呢 就是他那隻疫苗呢 就比較 非傳統一些 就是他不是傳統的滅活疫苗 那現在臨床試驗 就在英國 巴西南非 鋪開 總規模有幾萬人的 歐盟方面呢 對這種疫苗 寄予厚望 那8月的時候呢 已經預購了4億支 那第6支就是德國 BioNTech 和美國輝瑞 研發的 信史核糖核酸疫苗 那就是用這個mRNA的技術 那也都進入了三期臨床試驗 中國的復星醫藥呢 就參加了合作的 那第7支就是 美國 Odena醫藥公司 7月27號 進入三期測試 那根據那個公司公佈的數字呢 那截至9月16號 這個試驗已經有25296個參與者 1萬人接受了安慰劑或者試驗接種 9月底的時候 Modernus 就是那個CEO 就說 他說 他們的新冠疫苗 不可能 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就準備就緒 好了 基本上 很多科學家都說不行 所以 其實就是 很多人是想用政治去操控科學 簡直搞笑 是不行的 跟著還有美國 Johnson & Johnson 剛才我們說的 强生公司 是 單劑新冠疫苗 6萬人 本來就說明年初就會知道試驗關鍵結果 現在就應該不行了 如果結果正面的話 將會很快獲得政府授權疫苗的緊急使用 但現在就 當然延誤了 另外一家叫做 美國的Novavax公司 就是第三期試驗 在9月底 在英國展開 有1萬人參加 而計劃在美國進行的 就有3萬人參加 應該是10月展開 第10支 就是全球唯一一個正式註冊的新冠疫苗 就是來自俄羅斯 今年8月11日的時候 普京就宣佈 該國已經註冊了全球首款新冠疫苗 它的一個女兒已經接種了這個疫苗 俄羅斯這款衛星5號註冊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做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那個試驗就8月31日啟動 計劃的大規模接種 就應該12月開始 這樣 中國領先 現在看到就是 其他國家 俄羅斯那隻 連第三期都沒有做過 你信不信呢 始終都有一個問號 所以其實歐盟的國家 剛剛收到的了 就轉移 開始轉移去治療那方面的藥物 加很多款項去買治療藥物 疫苗他是買了 但是他看到第三波正在 於是他就剛剛同意向 搞這個瑞德西偉的公司 吉利德 公司支付大約12億美元 希望歐盟可以在六個月之內 去給他們那隻瑞德西偉 給他們用 大約就 可以多達50萬份 給歐盟用 去治療19病毒 這樣說 現在他就說一個 療程的價格 就大約是 2440美元 一個療程的這隻藥給歐盟 總價格 就大約是 總值10億 這個歐羅 但是 現在歐盟 想在七月 就是 其實現在他這樣做 就是 整個歐盟 他覺得 疫苗在第二波 信不過 我寧願轉向治療了 雖然現在這隻 所謂的瑞德西偉 大家都知道 個個都用 連大統領自己都 都餵下去 但是 其實 大家都不知道 有沒有不良影響 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但是不管了 先買了 先掃貨 因為美國已經掃到他 瘋了 差不多掃了 所以他都不管了 歐盟現在和美國去搶這隻藥 萬一第三波爆發 其實英國那邊已經爆到不清不楚 已經轉移到對於這隻疫苗 在歐洲國家 能夠短期內生產疫苗 已經是 有些放棄的跡象 但是同時 傳媒開始做事 就說中國這隻疫苗 就準備 他那間叫做中國國家生物科技集團 整個疫苗 就開始傳說 他向國外的留學生 就通報 你們介不介意 又做一做疫苗試驗者呢 這樣說 現在就有這樣的消息透露了出來 那些知情人士就說 這個註冊活動的目的 在網上註冊 就是向任何未簽約的人 進行疫苗接種 甚至留學生 這件事就是 就是因為好像 這個強生公司 這一個月就 停了所有實驗 但是中國是沒有停的 這樣說 其實繞個圈就是說 中國 他是很隱性地說 中國 不講人權去做 那些壞事 九成九 是呀 現在當然是 這個十九病毒很麻煩 那當然曾經有一條人叫做 袁國勇 雖然上一節我們 怎麼說呢 我們就 就是說他講人話 但是他其實應該出來講 就是他 好像 如果有疫苗呢 其實他應該 盡快接種 他那時候就說 他不會接種的 是 跟著他 跟著他又說他會 但是呢 其實他應該高調些說 就說支持這個 強制檢測 全民 還要是 快快快快搞定他 跟著就 盡快開關 其實應該是這樣 是 即是 其實如果用腦想想都知道 如果你這幫這樣的人 想快點消除限聚令 然後走出來 可以百幾二百萬人 重溫你們的春夢的話 你們就合作些 檢測搞定他 他就沒有限聚令 大家看看 習大佬 習主席 走進去 潮州 講話那時候 那些人 跪得他多近 他都不戴口罩 沒事發生 是嗎 完全是沒事發生 就是因為做得好 大家全民檢測 是很搞笑的 整件事 那當然是 現在當然 這個 疫苗 始終都是 大家都是要 如果有的話 就盡快接種 到時候 那那個安全性 我認為如果你經過 第三期測驗的疫苗 就應該安全 俄羅斯那種就危一些 因為俄羅斯現在 有些人還說 那個數據是做假的 有些人出來講 不過你說真還是假 我就不敢講 但是他 他一樣事實就是 他沒有做第三期事 就是你臨急臨忙 批的事情 始終都是 就是我認為 有風險在 是 那相對中國 是利用上下同心 就大量這樣做 和其他國家這樣做 就應該 那個 怎麼說 安全性是會高一點的 但是當然是被人批評 又說你 不安全 肯定找人做白老鼠 那些壞事 是不停地傳出來的 就是 開始是 他不會說直指你 是這樣 但是他是 深一點深一點深一點 這樣說 到時候 真的要看一看 不過現在這個疫情 就 沒有緩減的跡象 其實很多地方都 是的 尤其是在歐洲 北美世界 越來越重要 馬來西亞 KL都要封過城了 就是馬來西亞 早幾個小時 告訴我們 這也是很麻煩的問題 10月13日 有馬來西亞的數據 660宗新的 就是等於我們安省一個省 我們600多宗 昨天我們是沒有 昨天我們放假 沒有這個數據 而昨天加起來 前天的數據加起來 兩天加起來 是1550宗 今天公告出來 除了二 700多人一宗 已經在北美來說 算做得好 如果大家想想 美國那些 是會越來越誇張的 是的 當然這個 實際情況 就 很煩 搞到這樣 疫苗都未必 可以完全解決到的問題 現在就是 這個就是風險所在 因為現在說的那些疫苗 大致上 那個有效 時限 大概都是6個月 是 因為其實剛剛有一則新聞 就是 在美國出現了一個復原的人 是第三個 再染回19 就是其實19病毒出來 那個已經是改變了 就是已經有一些 你說轉型 那個特命是 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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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種 所以一看到 我看到也是覺得 有時候其實可能 即使你打了 都未必有 有用 但是你不打 就一定是很嚴重 相對來說 而且已經進入流感季節 我上網 報紙那些都說 很多人去排隊打流感針 是以前很少見的 現在到處去排隊打流感針 因為實際上已經人心惶惶 的情況是 因為怕 怕中原流感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中19 到時候就只能搞 要走進什麼就只能搞 所以是非常麻煩的 如果兩樣混合起來 到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這樣吧 我們這裡的經驗就是 我們這裡都剛剛過了流感季節 因為這裡是 19流行的時期 跟流感流行的時期是一樣的 今年流感死少了很多人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封城 封城解決了兩個問題 就是19傳播的問題 和這個感冒死人的問題 其實兩個問題一起解決 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 有第二波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叫人戴口罩 其實口罩也是幫到手的 其實怎樣都是用最傳統最傳統的方法 才是最見效的方法 是啊 因為中國就是用最傳統的方法 其實就是 不過當然中國那個效率高些 就是做大規模檢測是很快的 那個速度 但是用了兩三天就檢測了三百萬人 青島 就是應該過幾星期就可以檢測九百萬人 那麼香港用了差不多兩個 幾三個星期 只有一百七十幾萬人 願意去自願檢測 其實這些情況下 大家都知道應該要埋位的 不過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不是這樣 而且還很荒謬的 那些人開始講一些事情 就跟政治牽扯下去了 但是這個病毒呢 其實嚴格來說不關政治的 是 就是病毒就是病毒 那你要處理這個抗疫問題 就應該一起去齊心去做 但是很無奈啦 香港是一個 就是已經被人搞到一個 算是高度政治化的地方了 搞到這樣的時候 大家自求多福 還有希望就 給多些力政府 大家多些支持政府 讓他可以把事情搞好 那這次時間差不多 就這樣 拜拜 好 拜拜